作詞・歌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縮詞 – 詞曲 李宗盛 把前塵回憶都撕碎 不留遗憾作祟 舍去一生的漫长 换一回 假如决定卸下防备 真心挫抚于谁 敢给就不怕摧毁 爱不愿沉睡 寒冬天地也无愧 殊途不同归 我也无怨无悔 因为你是宿命无解的谜题 所以我祈求有奇迹 都专心 哪怕被岁月燃尽 而我只愿为你去寻 寻名为永远的奇迹 至此不与一路同行 爱就是神秘里最美的意义 温敏 可贵 好 中间 zou 这幅场景 诸语拿灯跟月姑娘一样 可以吸食启元柱 能吸食启元柱的 除了小月便是 明柱 月兄 接下来如何 去找林渊叔问问 他为人正直 或许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师父 你在这儿等齐 月小子 找我什么事啊 林渊叔 祝宇 是不是启元宗明主 你们是看见魂鱼了吧 不错 军上就是明主 那天晴之海 跟启元宗有什么关系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看来真的是有关系了 齐已经将郁姐叔 给一切都借了下来 他既然是你们的少君 为何你们要将他送到 郁姐叔呢 这件事说来话长 无妨 我们有时间听你说 好 你们跟我来吧 我只想要一个真相 那你准备好 那你准备好迎接真相的残酷了吗 你说便是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来 以前的天晴之海 远比现在要美丽繁华得多 直到那场灾难 什么灾难 直到灾难之后 我们才知道 原来百余年来 我们一直都是在坤的背上 繁衍生息 只是可惜 坤醒了 坤 是祝宇 他 一步步 我更改为了 觉得 我更改为长期的 延换膨化的过程 以减少痛苦 而在我膨化之时 我才发现 渔族就在我的背上生活 而我膨化的过程 几乎让渔族 经历灭顶之灾 我无法眼睁当地 看着渔族灭亡 于是 我一面借助雾魂 延缓膨化 一面吸取九泉中的灵能 治愈渔族 可这样做 会让全脉失衡 六界遭到灭顶之灾 你说的没错 可是全脉失衡 不久就会恢复呀 不久 我听顾叔说 全脉恢复需要百余年 齐 我们是鲲 百年对我们而言 不过是千分之一而已 可对人类来说 百年可是一生的长度 你说这话 倒是和盈旭威 讲得一模一样 不过要还量了 难不成这里也有圈颜 不错 军上血敷了误魂 误魂就在那里 每次见到全眼 都会感叹造化之奇妙 我们余祖 本该在上次几难中灭族的 是灵夜女王 用尽最后的力量 阻止了昆的蓬化飞升 后来 昆借助灵夜女王的肉身险性 成了新的君商 这些事 这些 都是上次劫难之中 重伤的族人 至少一直在为他们疗伤 希望有朝一日 他们能够醒过来 他们的模样 与人类无影 我明白了 因为误会 你们才与横道仲要来联系 盈虚伟 你果然和横道仲有联系 在我削服务魂之时 盈虚威便找到了我 提议让我借助务魂之力 带领渔族进入时间禁锢 时间禁锢 是把你们关起来吗 差不多 他把我们放在一个时间 几乎停止的地方 再由他们想法子 治愈渔族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达成了协议 由他们收集大量的生命力 治愈渔族 在渔族治愈之后 我便解开悟魂的血腹 大量的生命力 难道是 那 没错 盈虚威 在人界寻找一个小的教派 扶持壮大 让他们散步 去寻找启元朱 供我吸食其中的生命力 来治愈渔族 注意 原来 你真的是民主 是你害了这么多人 是你牺牲了那么多人类的性命 可是我没有办法 眼睁睁地看着渔族消失殆尽 渔族的命是命 人类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一切已经过去了 而过去之事 是无法改变的 初遥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在玉洁书长大 你说得没错 滕道仲虽然和我们有约定 但仍然不放心 他们要把刚出生的少君 作为人质 以此来挟制军上和天秦之海 你们竟然拿起来当人质 那我呢 为什么我对记忆一片空白 岳小子 你的身份隐秘 再追查下去的话 恐怕会危及你的生命 你又何必执着于此呢 恒道仲在哪儿 不知道 一直和我们联系的 都是恒道仲的二统领 葛清飞 行 你不说 那我就想办法去找你 原来 在恒道仲那些人眼里 我不过是威胁震慎你的人质 那些快乐的时光 都只是假象而已 那今朝呢 他和于婕叔有什么关系 秦 不要再问了 我不想让真相伤害你 好吗 不要再问了 你可以承受那些伤害 你还注意 金章对我来说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在意的人 为什么你总是要在他的事情上瞒着我 骗我 你还是不愿意告诉我对吗 好 你不告诉我 我自己去找 你不抓我 你不告诉我 你不柔车 你不瞎着我 别喜欢我 你不 scholars 你不开 opportunities 我 我 你们 Near 我 也不知道这次 还有没有机会 再见兽玄姑娘一面 兽玄姑娘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这儿等晓月 他也在 兽玄姑娘 那个 我向你道歉 我现在已经不迟余了 兽玄姑娘 还有什么事情啊 我 我上次跟你说 要当英雄的大话 你就当没听见了 我现在 我现在已经不想当英雄了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突然让你有了自知之明 几天前 一个对我们和好的前辈 因为我而死 以前 我总跟自己说 要当大英雄 大豪杰 可 可英雄的产生 往往是要伴随很多死伤的 那又怎样 那是他们不够厉害 不然他们就当英雄了 不是 不是 不是的 如果当大英雄的前提 是要牺牲很多人的话 那这个英雄 我宁可不当的 你这个人真是奇怪 朱玄姑娘 我上次送给你的鲁班索 生了 朱玄姑娘 她 好像从来不会迷惑一样 总是笔直地往前走 跟我完全不一样 很耀眼 丫头 对那小子感兴趣 怎么可能 不过 他们来干嘛 他们应该是猜到 我们与横道中的关系了 先来验证而已 那你都告诉他们了 不该说的 我当然不会说 好 嗯 这是什么感觉 你居然必须是浅初 还要痛苦 有什么感觉 我也是 我还可以 你居然不得 我真不得 你居然不得 你居然不得 我都不得 我都不得 我好 您居然不得 你さん不得 我和你丫头 你都不得 我不是 我只不得 我旁为你 娘亲的味道 据她的朋友所说 这是她在人间 最喜欢的糕点了 我的味觉 已经基本消失了 齐已觉得好 那便是好吧 君上 绍军已经恢复了记忆 再过不久 她便会知道真相 真怕她到时候 会接受不了打击 她也吸食了启元柱 为什么她没有像我一样 被人类的黑暗情绪吞噬 和君上相比 绍军吸食的启元柱 寥寥可数 还有 君上 您太孤独了 也太累了 她为什么非要走 她为什么不愿 留在我身边 君上 为什么 为什么 不敢 不敢 冤痛 欺负 煩烂 煩烂 君上 这些人为的黑暗情绪 无事物作物在折磨着我 君上 君上 我敢控制不住 我敢控制不住 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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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 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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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上 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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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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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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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太 太 救了 尚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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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影响之术 快 有影响之术 快 快 军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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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绝 金莎 您不必自责 凌渊将军和朔玄都没事 而且朔玄因祸得妇 还学会了 为任敏王避讳的冥想之术 母亲 当年 你的母亲灵烟 就是运用冥想之术 连接了我的衣室 我通过她的眼睛 看到了渝族的喜怒哀乐 其实我一直知道她的存在 只是从未猜疑 我以为那只是个梦 直到有一天 那意识变得越来越温暖 让我禁不住想靠近 那一天 你的梦即生下来 好孩子 你做得很好 你继承了历代奴族女王的灵脑 如今 你还掌握了冥想之术 来了 好孩子 你就是渝族 未来的女王 军上 在我心中 你就是我的母亲 我会永远陪伴在你身边的 我会永远陪伴在你身边的 姬 怎么了 没事 就是突然有一些难受 明秀姐 对不起 原来注意就是我们找了很久的明珠 不用道歉 月姑娘 这不是你的错 说得没错 小月也是受害者 我的身世和记忆都找到了 至于今朝的 祝愈说真相太过残酷 说什么都不肯告诉我 凌渊也是 说再追查下去 会为极幸福 那月薛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虽说珠宇跟凌渊的话 不可清醒 但离我的身世真相远近 就会有危险 我一直在寻找我的身世 哪怕再危险 我自然也不怕 只是 大家没有必要跟我一头冒险 所以呢 金昭你也没发烧啊 怎么还说胡话了呢 是啊 我们一路走来 自然要在一起 我们也同生共死过了 怎么还说这些磕头话 但凌渊不肯说横道中所在 小月 你在横道中找到 你可知道横道中在哪儿 我只记得 叫什么御剑书 是一座天空之城 那我们就想办法 把他找到 嗯 嗯 启元珠 已经满足不了我了 在我大应应许位 接受启元珠中的生命历史 我就意识到 早晚有一天 我会在人类的 阴暗情绪中沉沦 可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承受痛苦 我要和女儿 享受天伦之乐 君上 人界传来消息 其余洛家的商城 正在拍卖名为 热海的宝石 几天前 探子发了消息 迎许位亲自派人 了解拍卖指示 只不过进展如何 尚未得知 但是联络之前 联络桓曾失陷于洛家 这么看来的话 横道仲和洛家 必有关联 万一 洛家放出此消息 就是故意让军上去的 我有何惧 那我与军上 金釗 金釗 你的眼睛又不舒服了 这是 童无垢一半 我这只眼睛 也能看到未来的影响 三年前我醒来时 这只眼睛就这样了 每次看到未来的影响 眼睛都会疼痛难道 如果要遇见什么危险的 或者重要的事情之前 金釗的左眼 大都能提前看见 赵爷 也正是因为他左眼的指引 我们才在银辉宝 找到了你 竟有如此神奇的事情 但你方才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在落日村 我们救的那个朗墨 还有在枫烟夜市 谁的那个小女孩 此前 我已经不再相信 我昨天的预言 但是 月兄 如果朗墨有难的话 我们还是要解决此事的 是 我要去找扁落 防问清楚 到底御界书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 你们俩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绝对不相信 你们是什么孪生兄弟 对 是 那我立刻找落家弟子 寻找朗墨的下目 刚才朱宇 带着朔玄 离开了天晴之海 应该是前往落家 看样子 我们给凌渊传的信息 已经开始奏效了 既然朱宇 已经开始觊觎热海之力 那说明 他离彻底封魔 已经为时不远了 我们和天晴之海 终有一战 是时候 将齐和月金昭 带回玉界书了 就算了 你 有 你 你 拿着 换 你 多謝告知 在洛家大忌之前 我不希望昭炎出現在洛家 我會安排好人去牽制他 那就靜候佳音了 清妃 我去洛家 你去忙碗寨牽制住洛昭炎 將齊和月金昭帶回御劍書 老大 好 快到七月十四了 我沒多少時間了 切他們回來是我的責任 而且 切好像恢復記憶了 我想看看他 小環 不能開玩笑 大哥 二姐 我陪三哥去 也行 老大 如果小環执意要去的話 不如就要曉原陪著他去 要曉原保護 我們也稍微安心一點 你覺得呢 大哥 我可以的 小環 完成任務要緊 保護好你三哥 大哥放心 我一定會保護好三哥的 是我 出發 准备迎客 备两盏茶 是 不 备三盏 划过天际的流星 燃烧了曾经 忘记了姓名 面具背后的深情 只透过眼睛 谁能看得起 注定是我为你披荆斩棘 哪怕结局终究难逃宿命 无助一致交换 一点灵犀的共鸣 留给爱无言的说明 看似随即的途径 燃烧的痕迹 都藏着秘密 无七二绿的剧情 都是我小心安排的主力 注定是我为你披荆斩棘 哪怕结局 哪怕结局终究难逃宿命 不知一致交换 一点灵犀的共鸣 留给你 留给爱无言的说明 注定是我为你披荆斩棘 注定是我为你披荆斩棘 源下证据 付财 着达